好 來 各位泄民 我來問問你們 你們知不知道哪一位原型師 做美少女模型 做得最精緻最漂亮的咧 好 那麼簡單你們也不知道 答案就是 我跟你說 她做的美少女模型 不只是非常的精緻漂亮 最重要是她的眼神 做得好傳神喔 你問我最喜歡哪一個系列 我當然喜歡的就是 真的做得非常棒 我光看到模型 我的心都已經融化了 不幸的話 我們現在趕快來看一下 公穿舞老師的音姿吧 如果問起誰 是日本首屈一指的 美少女模型造型師 你一定會得到 公穿舞這個答案 以打造卡曼美少女 生動細緻的眼神以及體態 並且活躍於模型設計界的 造型大師公穿舞老師 這一次也受邀來台囉 除了與粉絲們 進行簽名見面活動之外 老師還在現場 表演親手時做得絕活唷 看粉絲們個個如癡如醉的樣子 想必一定對公穿老師 巧手創作出來的模型 懷著滿滿的愛吧 別人家的簽名會場 都是簽書 海報 簽名版 公穿老師的簽名會 簽打 可是一針針 精緻又生動的模型喔 如此特殊的簽名活動 我想也只有超人氣的公穿老師 他出現的場合 才能看得到吧 看公穿老師聚精繪神 進行雕刻創作的樣子 真是十足展現出 Pro級大師特有的 專業精神與態度 哇 大家都十分專注在 老師舉手投足的巧妙手法之間 完完全全 沉浸在公穿老師 模型創作的領域裡喔 簽名們 你們是否也被老師 散發出來的職人氣息 深深吸引的呢 來到曼博 一定要知道的一件事情 那就是2013漫畫博染會 有兩位超可愛的主視覺角色 那就是曼博娘 大家還知道 這兩位曼博娘的身份是誰嗎 那就是我們之前有 專訪過的微辰以及好面老師 所以這一次兩位老師 當然要來到現場 給大家看一下 他們的如山真面目囉 這一次他們要宣傳的 是由三方合作的作品 機甲英雄Fight 他們的魅力 就是席捲現場所有的機甲粉絲 我們趕快來看一下吧 超人氣的機器人題材作品 在曼博會場中現身囉 由微辰以及好面兩位老師 共同打造的機甲英雄Fight 果然一出手 就在現場掀起一陣熱潮 看小朋友 真像與老師拍照的樣子 不然了解機甲英雄 博明全台的魅力了吧 有熱烈的小聲 來歡迎到好面老師 以及維川老師來到現場 歡迎 好 兩位老師來到了現場 來到現場要不要先來 跟大家打聲招呼呢 老師來到現場 不過剛才沒有聽到掌聲 再一次要熱烈掌聲好不好 謝謝老師 好 老師先來跟大家打聲招呼 自己介紹一下 大家好 我是維成 就是這次機甲英雄的編劇 會 會畫 然後這次很感謝新的文明 書鏡片子 我們這次才有機會 發這部作題 然後非常感謝各位讀者們 來見面 今天我們真的很感動 好多人 沒錯 來跟我們緊張的維成老師 一個愛的鼓勵好不好 老師今天來到現場 他要拍一下這麼多人 有沒有覺得很感動嗎 沒錯 非常感動對不對 好 接下來 紅麵老師有沒有什麼話 要來跟大家說的 各位老師 紅麵老師 紅麵老師感覺也很害羞 不要害羞 有點緊張是不是 這個就 感謝那個新聞 感謝像 就是有這種 就是有這種的 很多機會可以 就是把一個 就台灣的遊戲 跟一個 漫畫的做一個結合 然後 其實這個也算是我的 第一次的商業的 就是我的商業作品 在維畫這一本 機甲英雄啊 有沒有覺得 特別有趣的地方 會讓你覺得印象深刻的嗎 最好趣的地方是 這次第一次 就要以機器人 結合 結合角色的漫畫作品 因為這個機會真的有點難得 因為全機器人的作品 真的 近年很難 很難有機會去創作 然後這一點 真的是非常難得的 一個 的經驗 沒錯 所以老師平常也很喜歡 看機器人的漫畫嗎 是的 從小就很喜歡的 就是 好 那有關於紅麵老師呢 你在繪製的過程中 有沒有覺得 讓你特別印象深刻 或有趣的地方 那有些 就是 其實也是就 以前很少畫 我就記住 可是就是 因為小時候也是 看很多的 那個就是機箭的動畫 對 所以就是說能夠就長大 就 就現在能夠畫 這個機箭的生活作品 其實就是滿在這個經驗 很榮幸很開心對不對 好 麵老師果真很緊張 從頭到尾都一直看著主持 不敢正眼看台下的朋友 所以台下的朋友 大家喜不喜歡兩位老師呢 喜歡對不對 那要不要跟老師說 不要緊張 不要緊張 大家有沒有很支持兩位老師 有對不對 那要不要用掌聲 跟揭曉來 因為他們鼓勵一下呢 謝謝 兩位老師也許是因為 首次跟粉絲們相見歡 所以在台上的態度 都頗害羞 腫腆的呢 但是一談到 機甲英雄FIGHT的創作歷程 又變得相當的劍壇 就好像是開關被打開了 換了一個人似的 我只能說 老師 我真的是猜不透你啊 不要以為是小朋友 就小看人家喔 他們在機甲英雄大型機台前 激烈對陣 專業又熟練的操縱手法 就算是大人 也未必贏得了他們喔 沒有遺憾 再看完等一下 我要介紹了主角之後 你一樣一定會跟我大喊 沒有遺憾 其實啊 你可以不知道 宮崎駿大師 從頭到尾到底畫了 多少部動畫作品 可是你一定不能不知道 在日本跟宮崎駿大師 齊名的這一位 新海誠老師 他來台灣跟大家見面啦 而這次新海誠老師呢 他帶來了一部全新的動畫 也就是 我相信應該很多縣民們 都已經看過了吧 不過沒有看過的縣民沒有關係 你只要攜帶大量的衛生紙 進電影院那就對了喔 要不然啦 因為你跟我看完之後 一定也會 把曬老把曬地 眼睛都會腫起來啦 好了 那我們現在也來聽聽看老師 是怎麼樣來構思這一部作品的嗎 我們來聽一下新海誠老師 怎麼說呢 感謝公泛 鼓勵 我是 布宰老師 好 謝謝 趙龍老師 熱的天氣來到現場 我是在東京的動畫達人員 我是在東京的動畫達人員 是 作品《炎夜之庭》 讓我們來聽聽他本人 是如何創作出這部感人至深 刻畫露目的作品吧 老師今天帶給我們什麼樣的一個作品 來跟大家來分享 我最新的作品是台湾上演的 有看過的 有看過 已經看過電影了還好 我為了是不是 謝謝 謝謝 大家已經看過了 所以我沒有解釋 大家都一看 是不是給我解說了 是 是 簡單說就是一個秘語的故事 年齡的男人和女人的故事 還有一對有年齡差距的男女的故事 似乎同樣的經驗 有些人也有可能 年齡的人很喜歡 是 可能有可能 我想各位說必須有這樣的經驗 就是 喜歡像比自己年長很多的對象的經驗 希望大家能夠好好享受這部作品 先生 有問題 這次的電影就是叫做《炎夜之庭》 中文看起來是直接這樣四個字就解釋了 可是在日文的發音上卻有點不大一樣 它不叫做 而是 為什麼 其實應該是《炎之夜之庭》 而不是《炎夜之庭》 我想問問看 老師 那種言言 那種言語 是說 日本語 是說 文章 連繞的文章 連繞的文章 但是 不然 一文字一文字 連繞的文章 連繞的文章 如果 剛剛老師說 如果是《炎夜》這兩個字放在一起的話 那它變成一個單字呢 那如果是把它分開 變《炎之夜》的話 你可以把它分開來看 一個是《炎》 一個是《夜》 那這部作品呢 它主要講說 一對目不相識的男人 那這部作品呢 它主要講說 一對目不相識的男人 從完全不認識 然後到 在這個聊天裡面 然後慢慢慢慢的 一點一點了解 對方的這個過程 所以我刻意用這樣的字 先生 今天你剛面臺灣的 對 我問了老師一下 就是第二次來臺灣 做對台灣的印象 對台灣的印象 台灣是 我去很多國 但是台灣最安心的地方 是不是 雖然去了很多國家 不過台灣是讓我最感到 安心放鬆的一個地方 什麼意思 大家都很優秀 很利益 大家都很溫柔很善良 然後都非常有體貌 只想要一年 甚至想要在這裡 住了一年左右 親切的青海誠老師 熱情的與台灣粉絲們 簽名合影 我想大家的心中 除了激動與感謝 剩下的心情 就如同Michael所說的一樣 沒有遺憾了 看了這麼多大牌的製作人 還有作家 我已經沒什麼好說的了 你沒有 對啊 但我有啊 你還有什麼大咖 沒追到嗎 我們下週要介紹的 就是 臨村建議超帥的 對 一定要記得去追一下的 所以各位觀眾朋友 不要跟我們Michael一樣傻傻的 一定要記得繼續鎖定 因為我們下週要介紹的 是本次漫步的很大很大的活動 就是 記得一定要鎖定 到我們慢點追追 我們下週繼續追 拜拜